大家好,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Java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会继续学习第七节控制风险 那本次课呢,我们在继上一次课的内容之后要介绍的重点就是 finally程序块 finally程序块呢,是跟在try和catch之后的 那讲到这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期课所讲的一些内容哈 第一,trycatch块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try块呢,是用来监听有可能会发生异常的代码 而catch块的话呢,则是捕捉异常并且处理异常 我们还是以上次课的这样一个代码为例哈 这个是慢方法执行的,会是第一句话 6出test1类的一个对象哈 test1,那try块中放的是有可能会产生异常的代码 当然仅仅只是有可能 那这个地方呢,5除以0很明显的哈 我们会知道它会引发一个异常 但是呢,叫做数学异常哈 引发异常以后呢 这个会执行的第二句话 它会自动走到catch子具 catch块的话呢 这里用的是array out of bounds exception 就是数字下标越界异常来捕捉 结果发现捕捉不了这个数学异常 紧接着它来到了第2个catch块 就是catch the point exception 也就是说这里要捕捉的异常是空指针异常 这个catch块是捕捉和处理空指针异常的 结果发现也不是 那接下来就来到最大的 因为exception哈 是所有异常类的负类 所以它可以捕捉和处理所有的异常 那接下来就会走到catch exception 就是e执行这里面的代码 执行完备之后呢 因为这个异常被catch块捕捉和处理了 所以它会依然执行 tack catch块之后的代码 就是输出and这样一个符号 输出and这样一个字不串 接下来运行一下 它首先呢 因为1点print to stack trace 就是打印异常的信息 它这里打印出了 这是一个算术异常 引起异常的原因是因为除以了0 好 而且它这个异常发生的代码 是在test1点加瓦的第九行 最后输出and字不串 这个呢就是上几课 为了演示异常处理 那么我们这一块呢 所写的一个示例代码 那么接下来呢 本次课我们就要介绍finally块 首先finally块是跟在catch块之后 记住是跟在catch块之后 如果有多个catch块 那它跟着的是最后一个catch块之后 finally呢是指 不管try和catch是执行的哪一块 总之finally块是必须要执行的一句 好 现在我这里在finally块中输出一个finally 接下来呢 我就运行一下 加了finally块的这个代码的结果 给出来的呢 除了报异常信息 因为开始我们说过 执行顺势就是12到6 输出这个异常的代码 接下来执行了finally块 输出了finally这个字不串 最后输出了and 举这个例子呢 只是告诉大家 finally呢 它的程序是这个块 程序块是紧跟在最后一个catch词之后 然后呢 finally块中的代码是 无论try和catch如何执行 都必须执行的一个代码块 那接下来 5除以0可能会引发异常 但是5除以1是绝对不会引发异常的 也就是说这句话执行完毕之后 它连是不会进到catch字句 那么它会不会进到finally块呢 好 我们测试一下 好的 输出来的指示 5除以1就是5 然后是finally和and 好 这个代码呢 也说明了finally块 不管try块中的语句是否会发生异常 如果发生异常就会进到catch字句 好 如果没有发生异常呢 就会把catch块中的代码全部执行完毕 执行完毕之后呢 依然会执行finally程序块 好 finally程序块呢 我们一般在代码中 都用来做 必须要做的这种代码 比方说 我们建立跟数据库的连接 那么我可以在finally块中 不管它程序执行到什么程度 在finally块中 我都必须要去关闭这个连接对象 它经常会用在这个地方 因为finally块 它是不管try和katch如何执行 都会必须执行的这样一个程序块 所以的话呢 它经常会用来处理一些 不管程序变成什么样子 都必须要做点一些操作 好的 这个就是finally程序块的这样一个用法 同学们 记住了吗 我们本次课到此结束 下次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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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